为什么这户人家的院子里有这么多猫? 这几只猫为什么在院子里上窜下跳? 它们是流浪猫,还是这户人家自己养的? 半年前,露西的朋友戴希送给了露西两只流浪猫。 一只是橘白色的,一只是灰色的。 这两只猫体型差不多大,都是刚出生没多久就被遗弃了。 露西本来就很喜欢小动物,最近刚好也有养猫的想法,所以就很开心地接受了朋友的礼物。 露西给两只猫都取了名字,橘白色的叫橘橘,灰色的叫灰灰。 露西以前没有养过猫,不知道养这么小的猫需要注意什么。 所以她在咨询了戴希之后,又上网查了一下养猫需要注意的事项。 为了欢迎两只可爱的小猫咪来到新家,露西去商场给他们买了两套餐具和猫粮,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具。 还给他们分别买了小窝。 露西希望橘橘和灰灰可以生活得舒适些,所以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。 露西每天都会把橘橘和灰灰的粮食放在他们各自的餐具里。 只不过灰灰要比橘橘胃口大一些,灰灰经常比橘橘先吃完,然后要去抢橘橘碗里的。 橘橘每次看到灰灰来抢自己碗里的食物都会让灰灰吃,不会和灰灰抢。 露西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和橘橘灰灰玩一两个小时。 橘橘和灰灰显然很喜欢和露西玩。 只要看到露西就会黏在她身边。 在和两只猫相处了几天之后,露西发现灰灰明显比橘橘更加调皮,精力也更加旺盛。 每天傍晚,露西会带着橘橘和灰灰一起去外面散步。 刚开始几天,露西会给他们戴上六猫牵引绳,防止他们和自己走散。 经过几天之后,露西带他们去散步的时候就把牵引绳拿掉了。 因为他们两个很乖,不会去攻击别人。 经过这几天的训练之后,他们已经认识回家的路了。 露西也不怕他们和自己走散,他们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 时间慢慢过去,露西把橘橘和灰灰养得很好,他们长大了很多。 但是露西发现橘橘和灰灰外形上有一些不一样。 橘橘长得和我们日常看到的猫外形上没有区别,但是灰灰的外形就和一般的猫不一样了。 露西发现灰灰的两只耳朵的顶端有两处黑色的毛。 灰灰身上分布着很多斑点。 灰灰的体型看上去明显比橘橘要大很多。 灰灰长得有点凶,不像橘橘一样软萌萌的很可爱。 露西在网上查询了资料之后,发现灰灰很有可能不是毛,而是一只蛇蜊。 于是露西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跑朋友戴希。 戴希也觉得灰灰是一只蛇蜊。 戴希建议露西请专家鉴定一下灰灰到底是不是蛇蜊。 戴希找了专家鉴定之后,专家告诉露西灰灰就是一只蛇蜊。 而且还建议露西等到灰灰成熟之后,就让灰灰回归大自然。 知道了灰灰不是猫,是一只蛇蜊之后, 露西并没有因此害怕灰灰。 因为她相信灰灰不会伤害自己。 露西依然和灰灰像以前一样相处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灰灰的体型越来越大。 灰灰已经不是她的对手了。 灰灰经常把灰灰围住,然后不停地舔灰灰。 灰灰无法反抗。 灰灰还经常在露西的弟弟玩游戏的时候趴在灰灰的弟弟的背上, 然后舔她的脖子。 就这样露西养了灰灰两年了。 灰灰已经成熟了,体型已经很大了。 灰灰觉得是时候让灰灰回到大自然了。 这一天,灰灰似乎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家了。 她很黏露西。 露西走到哪里,她就跟到哪里。 露西和戴希带着灰灰,把车开到了离家五公里远的森林。 露西把灰灰放下车,拍了拍灰灰的身体,手指向森林深处。 灰灰就慢慢地往森林里面走了进去。 灰灰在快要消失在露西视线的时候, 灰灰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露西。 仿佛再说,再见了露西,我会想你的。 露西也很舍不得灰灰,也想自私地把灰灰留在自己身边。 但是她知道这对灰灰不是最好的结果。 灰灰就应该生活在大自然里。 露西觉得动物不像人一样复杂。 它们的思想很简单, 谁对它们好,它们是知道的。 和动物相处要比和人相处简单多了。 这天露西在厨房做饭, 听见院子里的动静有点大, 于是就走到了院子里。 她看到院子里竟然有五只蛇蜊。 在房子外面还有一只大蛇蜊盯着院子里看。 看到院子外的那只蛇蜊, 露西感到很感动。 她的眼泪情不自禁就流了下来, 因为她知道那只大蛇蜊就是灰灰。 想不到这么久了, 灰灰还能记得自己。 灰灰在看见露西之后, 就扭头往远处走了。 虽然走了几步之后, 她又回过头来看了几眼, 似乎是在告诉自己, 把孩子留在露西家是最好的选择。 露西想着, 五只小蛇蜊应该就是灰灰的孩子。 因为在外面吃不饱, 所以灰灰才把他们交到了自己手里。 虽然露西很喜欢这五只小蛇蜊, 但是她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去照顾它们。 所以她把其中两只交给了戴希饲养, 还有一只比较瘦小, 露西把它交给了专人饲养。 有了照顾灰灰的经历, 露西这次照顾这两只小蛇蜊很有经验。 露西每天会和它们还有局局一起玩, 也会每天带它们去外面散步。 这一天, 在露西带着菊具和两只小蛇蜊在路上散步时, 走着走着, 露西发现菊具没有跟上来, 露西就扭头往后看了一眼。 露西惊讶地发现, 原来是灰灰站在不远处。 看到露西转过头来之后, 灰灰就飞快地钻进了森林里。 从这以后, 露西在散步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灰灰的身影。 时间飞逝, 露西已经养了两只小蛇蜊一年了。 这天夜里, 有一只小蛇蜊比较调皮, 还在院子外面的草里玩耍。 突然有一只狼走进了草地里, 正在慢慢地靠近小蛇蜊。 小蛇蜊也看到了正在靠近自己的狼, 于是她就趴在草地上隐藏自己。 站在客厅的露西刚好看到了这一幕, 正要喊上弟弟一起去救小蛇蜊。 突然局势反转了。 在狼里小蛇蜊还有几步的时候, 只见小蛇蜊搜得一下把狼扑倒了, 最后狼灰溜溜地走了。 露西看到小蛇蜊已经有了自我保护的能力, 感到很欣慰。 同时她也想, 再过不久, 等他们再长大一点就可以放手让他们自己生活了。 转眼就到了冬天, 露西和两只小蛇蜊在雪地里玩得非常开心。 这天也是露西让他们回到大自然的日子。 这天灰灰也来了, 她是来接自己的孩子的, 露西看着他们越走越远, 既高兴又不舍。 高兴他们可以独立了, 但是经过这么多天, 露西对他们的感情深了。 但是再不舍也只能放手, 因为他们不属于这里, 他们属于大自然。 灰灰它们离开的时候, 走个两三步就要回过头来看一眼露西。 它们也是非常舍不得露西。 动物也是有情感的, 你养育了它, 它就会依恋你, 会信任你, 感激你。 感谢观看。